刚刚陶儿他打电话说 他买了一条很大的鱼 他我拿分条来陪 他们都要过来 我来来抓一斤 一斤多的 那还应该是一斤多 这种小子啊 这种小子 哇 有家伙他一锅 虽然这锅就行 新浪瓜来烧热火山 再说这个位置了 你还能吃哪个 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家庭祖父 而你是偏偏其 你是不是说你要干嘛找个偏方哦 哎呀 你看啥 咖啡粉条泡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切断 我刚刚搞忘了 这鞋子是打起鞋子 都鞋不到了不来 打扔子就是 这鞋子你买起的 准备花 哇 那个鞋子啊 你哪个小子 我喜欢用鞋子啊 我一个月一锅 两个月他用一个问题啊 跟总理写一样 写字一样 笔也是 一锅我写下来的话 要写好多笔啊 快点来装了 拍不动了 有 哇塞 哇 你来是人生的嘛 看多不怕 15斤 怎么样 哇 还起不完 天呐 来表一下哪个鞋子大 怎么呢 天呐要看鞋子大鞋 来鞋子大鞋 我们起来了 来这个鞋子要泡哦 那个鞋子要做整理做法 这个鞋子第一步已经给它打得干净了 第二步 我们看 这个鞋子 这个不专业了 这个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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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个鞋鱼一样 里头已经有那个鞋子了 那种鞋子了 鞋子饭最难煮了 要是稍微煮得有点差点 鞋子 鞋子饭最难煮了 要是稍微煮得有点差点 好快成大鞋子 你看 嗯 这个鞋子 这个鞋子嘛 它是我们的鞋子来的 哇 我很爱啊 多来点 生抽 来来来 你要的鞋子 对 就是这个 来 我给你弄出来 手表我 你作为一个大厨嘛 都不应该做这个 嗯 来姐姐请我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我尝 第一道菜 剁椒鱼头 开始蒸 我察觉哈 有个闺女都是 而像妈 因为像爸蒸的 我跟爸娃的 都 都有更像的一点 咋头呢 嗯 你比我更爱弄 但是你俩子没尝过 我像你爸娃 你爸爸 是个原来的 是 爸爸他也是 能给我炊的一点 他说他年来年轻的时候 我尝得好听 嗯 好好的粉条是这种 里外呈现的颜色是一致的 而且还有点发白发灰 剪一哈 哎呀 咸鱼鱼锅 咸鱼锅 豆腐 这一条做哪会儿用 你是刚才和食 不是 不是老年人了 不是 自己去吃过路倒垫 爬了哈 我来三天快去买个凉椰放在那里搅晃 要的呀 我给你把这个挨一点就给它起来 嗯 我给你准备一个凉椰你三步来就做 要的那还好味 哈哈 我没用 真的漂亮吗假的漂亮 我给你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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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鱼头 哈哈 给你准备了 咱俩那个鸟吃点 嗯 没有粉条 不用拆下去吃些 三十斤来 四五斤 哈哈 哈哈 你为什么要说花一样 因为她说三十斤啊 不可以看看才说的嘛 那可能三十斤就可以点嘛 你准备这个半边 嗯 还有半边呢 半边呢 那你都吃啥 还有半边呢 做的一半边 还有半边的 还有半边的辣子 还有半边的辣子 富贝儿 你这样吃饭好凉快 嗯 来的呀 坐着在嘶子旁边 刚才天天中午就在那里切 嘿嘿嘿 那去半点拿来做嘛 说我天天中午在那里切齁 第一批买我们粉条的顾客应该也都收到粉条了吧 今天这个阿姨也是一连给我发了十几条消息 她说什么来看看 我的货收到了也煮吃了 好多焦啊 烧的时候噼里啪啦的 没煮透的时候硬得很 煮透了就融了 然后粉条发亮的吓人 后面很多很多很多 她说你是帮别人代理的吧 我可是很相信你的哟 他们是买给他家小孩吃的 我看到他的消息之后 然后马上给他打了一个语言通话 12分钟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他说那个粉条怎么折都折不断 折了十几圈还是不断 我来给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情况啊 我来找一个有两种颜色的 这一把有两种颜色 是两种红薯品种的 他收到货说这个红薯粉条的颜色是对的 然后烧起来呢也发泡发白 但是为什么这粉条折不断呢 而且特别亮 看到没有真的很亮 这个来看看 这个是这里折不断 是哪里折不断 这里对这里折不断 还有这里折不断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完全干透 红薯粉条呢 它到了那个临界点 它才可以折得脆 它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火候就不行 因为当时我们晾晒的那一天 外面温度真的很高 好像是27度啊 我害怕这些粉条全部给晒断了 因为这个红薯粉条它没有添加剂 更别说焦了 就这样外面太阳 如果多晒了一会儿的话 自己就会这样断裂裂开 而且这个干燥的风吹了一会儿 吹几个小时它也会裂 所以呢那天晾晒我看到大部分应该已经干的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赶紧叫我爸爸来帮忙 给我一起几百斤全部收进屋里面 因为我晚一点可能我就全心覆没了呀 就是有的顾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给它取出来 然后拿到吹不到很大的风 也晒不到很多太阳的地方 给它这样阴干 干的差不多了之后 然后再给它收起来 放在干燥的地方可以放一颜 纯红薯粉条它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浅色它也是黄中带绿 然后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它也是黄中 就是又黄又绿 就像我们平时吃那个苹果是不是 你给它切开放一会儿 它的颜色会氧化 它就是里面的物质会氧化 其实红薯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本身淀粉它是没有颜色的 所以我们平时就靠这个来外观基本的鉴定 它是不是红薯粉做的 北方就是河南一北 它制作工艺它是半熟 就是好像是开水吧 这样搅和搅和 它里面含有生粉 然后这样给它垂下来打下来漏下来 对不对 它那种做出来呢是不亮的 就算加了胶它也不亮 可是我们重庆就是南方比较多的机器 它是全熟 就是把调调细了之后给它全部煮熟 煮熟了之后 然后再给它挤压出来 它不是那种自己露出来的 它是熟了之后挤出来的 粘性非常大 然后晒干了之后 它表面就会呈现这种比较光滑光亮的这种情况 大家家里面有淀粉之类的 特别是红薯粉 你可以拿去锅里面用开水给它搅成凉粉 然后给它切成薄片 拿到太阳下面去晒 你看它晒干了之后 全熟的它是不是这个亮亮的 南方和北方 它的不光是制作工艺上面的外形的区别 最重要的还是吃的做法 就是他们不是网上有一些网友 他说 他说真的纯红薯粉条 它很耐煮的 其实耐煮的 它就是指的北方的那种做法 对不对 大家自己做的话肯定都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全熟的呀 它本来就已经熟了 你再给它多煮一会儿 它肯定融了呀 因为它没有加那些东西 对不对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吃法 一定要泡 不能像北方那种粉条 直接放锅里面煮 炖肉啊 这些可以炖很久 这个得热水泡半个小时 宽的话 就是我们烫火锅那个规格 宽的话就多泡个20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温水的话应该要多泡个二三十分钟 大概急着吃的话就用热水泡 然后泡好了之后 这粉条它不是这样 你用手给它掐 你感觉中间它没有硬硬的 那就是好了 然后捞起来 过一下凉水 或者是不过凉水 其实水开之后 煮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你稍微多煮了几分钟也没问题 它也没那么快就烂掉的 但是今天还是真的很感谢这位阿姨 因为不是他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 就是南北方这个很大的差异 因为我很多顾客他也是偏北方的嘛 如果是到时候不认可我们这个粉条 那我的幸运是可能损失很大 还是很感谢他 这位阿姨他第一次买了三斤 今天煮来吃了斤早上 他后面买了十斤给他女儿寄过去了 这些问题基本上就这样了 对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的话 这个可以拿去做检测的 因为我这个没有任何添加剂 所以我送去送检 送检测机构是指测水分和感官 感官呢就是它的外形 有检测机构的电话微信 常规添加剂一般是220块钱一个 就是说测每一个添加剂就是220块钱一个 如果我多测几个的话 那就是七八百接近1000块钱了 所以我为什么没做 因为我舍不得钱呢 但是后面我们每天生产的时候 如果每天生产就会每天直播 如果大家还是不信任我的话 你可以我去仓库 大家可以随便点随便说哪一斤 我就马上寄过去送检 因为这个大家吃在肚子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我为了让大家放心了 这个几百块钱 如果大家能信任我 那我也是愿意花的 如果想买粉条的朋友啊 这个这几天我的微信都报了 联系不过来 所以发消息也比较晚 这几天是 我们因为经常要去很多地方 跑那个农家的 就是村里面去签合同 去签合同 种植 谈红薯种植 这个季节不是 种蔬菜的时候到了吗 所以要赶紧去 要不然后面就来不及了 然后就是好像三天做一次 等我们后面稳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天天制作了 到时候我们天天都有货 大家可以去我的小风车里面购买 好拜拜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我会来给大家解释